鸣香一响,轮迷竞速选手们在跑道上分离分驰 脊髓损伤者全国运动大会于21日圣诞主席 主办协会希望借由运动能强化身上者心肺功能 同时引导商友们发掘自己的价值 让我们脊髓损伤朋友能够走进入外 拥抱阳光,能够多多运动 选手们虽然身体受限 但透过团队合作的借力竞赛 人表现出最速度的追求 现场还有障碍赛,冰胖球九宫格等续位项目 让脊髓损伤商商友展现活力与阳光的一面 有很多人都是在医院受伤的时候认识 要走出来就必须有一些年轻人 只带着这样出来会比较容易出来 台湾脊髓损伤人数超过两万三千人 每年约新增一千两百名病例 尤其在20至29岁的青壮年 发生几率最高 脊髓损伤是一种严重残障 伤友们不仅面临到身体堪患和经济困难 甚至心理上也可能遭遇挫折 刚受伤的人都心里都踏不出来 就是不敢面对人情 但是也不敢开头讲 也不像麻烦的地方 他们不是先天员,是后天的 具体跟他的感觉 然后尊重他的一些想法 目前全台各地成立了脊髓损伤重建协会 辅导患者自立生活提供职业训练 另外协会也定期举办运动会 帮助商友心灵复建 引导他们重新回归正常生活 大家都很愿意走出来去面对这个社会 虽然我们受伤 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跟一般正常人是一样 脊髓损伤伤症障者 跨越障碍 展现缠而不飞的精神 但商友们能否顺利自我重建 除了专业的医疗与部件外 家人和社会的同理更是治疗的关键 记者王若隐 陈兴同 彰化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